先逐远警在进行巡逻 结果呢有两名外劳 他们进一步上前去进行盘查 本来两名外劳还点头示好 但是等到警方问一句说 你们住在哪里 这时候只看见两位外劳 紧张催了油门 落跑 警察直线狂飙 目标只有一个 哈喽 哪里 你住哪里 警察话都还没问完 同伙慌张急催油门 后座外劳急着拿掉包包 之后被警察一把抓住 男子抵抗还往警方头部挥了一拳 不过还是被压制在地 来 给他 给他趴着 先靠着 先靠着 先靠起来 大声呵斥嫌犯 嫌犯痛哭停止挣扎 警察抬头另一名同伙 已经套居夭夭 好像在抓人嘛 速度很快就抓起来 另外一个跑掉 目击民众回想起来 还是觉得很惊险 二十九号下午 新竹警方骑车在路上巡逻 看见这两人行机可疑 上前盘查 没想到两位逃逸外劳 还点头问好 想装没事 不过还是骗不了警方 两名都是逃逃逸外劳 那经查证结果 该部机车也是失窃了机车 逮捕这名外劳 他原本是在台中 台中工作 那到今天 逃逸三个月这样 逃逸三个多月 还是栽在警方手里 警方当街追逐 赤手空拳将人压制 目击民众也村赞远警 激紧帅气 记者严荣 安保新竹采访报道